ACD队阵TE的第二局下半场 虽然说这个邦邦呢 我没有分析队啊 我觉得是张皇守夜人 但我跟你们讲的是不是 我说了 他如果掏这个邦邦得带张皇 天赋技能是没分析错 只是呢 而且颜色也没分析错 守夜人也是黑的 这邦邦也是黑的 就体型上面差了一点嘛 对吧 一个拿镰刀的 这个拿棍子的 差了不多嘛 都是黑黑的 对吧 就当守夜人吧 这就是个矮小的守夜人 为什么我觉得守夜人呢 因为我觉得守夜人相对来讲 他不是那么怕被拉点 邦邦其实是有被运营起来的可能性的 这波分析的不错吧 对不对 那守夜人也是黑黑的 这个也是黑黑的 都差不多嘛 看一下啊 就如果这局待会打成一个三跑呢 我觉得那我又站起来了 因为这个邦邦 就守夜人 我觉得宝瓶会 比这个邦邦会好一点 就你别觉得好像邦邦 都掏出来 绝合邦邦就能宝瓶 邦邦真的不一定 拉点拉起来 抓杂技 好了 双弹杂技 真不好说啊 当然安逸如果有神仙雷啊 就这种神仙雷两雷 啪啪一个 然后一个闪现 不过这马的话 他这个闪现其实也不太好 不太好 连炸 有没有 有一炸 闪现他也不太好 去那个闪的 不一定有声位 我女的八音阵 是已经下好了 这边的一颗跳球 连炸有没有 没能炸中 一个翻窗加速 再跟你绕一圈 要进到八音阵了 进到八音阵呢 我的建议是 先把这盒子的板子都 哎 哎 张鹏开了技能 再遥控雷 再一颗白球跳 呃 这颗遥控雷 他为什么不闪啊 这颗遥控雷补的是没道理的吧 再补连炸 炸到还行 还行 这老邦邦还是真的强啊 这邦邦 我觉得杂鸡这边的话 其实拉点拉的蛮好的 一森这边其实 怎么说有些雷是真躲不掉 嗯 没有任何问题 刚才这边选择去踹盒子 就某些菜皮解说 该少说点少说点啊 我自己想一想 这个踹盒子不太合理啊 这踹盒子就拉点拉开了 这波的话 看怎么救人吧 还是说 球员这边选择卖掉 以后跟你打一个残局 因为这个杂技 他其实想要有二六不太可能了 他手里面没有太多东西 然后这时候古董商 其实也没有时间 腾出来来打架的 而且古董商过来打架呢 面对邦邦的AOE 冷不丁的吃一些雷 你古董商都不一定扛得住 傭兵这边蹲得很好 现在 穷者选择卖掉这个杂技 我觉得是 无论你想要争取一个多跑 还是想要保平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或者说都是一个不二的选择 没有其他选择 你过来救 傭兵这边吃个双岛 帮帮赢了 或者说帮帮争胜了 一个护币跳开 漂亮 狐狸这边没有吃任何的伤害 然后在这个墙后面卡着你 跟过来 瞄了一眼 再拉走 追傭兵 闷薄命 帮帮奔着保平去打的话 这个选择追傭兵 我觉得也没有任何问题 把傭兵的护币耗完了 把傭兵击倒了 闷个薄命 就算耗不完就把 就算击倒不了 把傭兵护币全部耗完 我觉得傭兵这边的话 应该怎么地留一个护币吧 还是说 护币全交完 待会开门站 队友再帮忙翻箱子 也行吧 尽量不迟到 尽量不迟到 可以 没什么问题 这波傭兵倒地的时候 外面的密码机 应该差的不多了 熊手这边 薄命点被抓呢 想要逆袭打三跑 可能性应该比较渺茫了 但是因为这边抓傭兵呢 帮帮真的花了非常非常久的 一个时间啊 导致他对于密码场上的密码机 基本上干扰不到 干扰不到 这个傭兵真的溜的蛮好的 这傭兵这几个护币用的 我觉得非常的可以啊 再吃一刀 好的 这边伤害 刚好一炸一刀 这个抽刀打中 用兵这边遥控了一颗倒地 有没有换道具的说法 应该是武女来救吧 古董商来救还是武女来救 猫猫的机子修掉 那就是古董商来救 古董商这边救人 武女待会贴门 武女这边的话 其实离门很近的 救下来 帮帮扳吗 一棍两棍 好的 机子要不要直接点亮 帮帮有闪现 佣兵 说实话 这边只要给佣兵来一炸就可以了 来一炸就可以 没有办法给到道具啊 没有道具的话 佣兵应该是不具备跳地窖的能力 原因很简单 包包手里有闪现 怎么的 这闪现还能空吗 哈岔 平局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 一个万年老包 手里面能打出这样一个平局 我觉得可以了